嗯 特别乱 Yuppie GoGo 雷达民 神圖的小凯们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Yuppie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后台天天都有人催我去捡垃圾 你说你们怎么就喜欢看这种不要钱的呢 不愧是我的粉丝 看看我后面这个商业区 全都是垃圾桶 因为这一个星期法国罢工 很多垃圾桶都没有人收 这不就到了我的主场 废话不多说 咱直接开捡 看看这个箱子里有啥 这是啥 这是包吗 这不是一个那种什么行李包吗 最近看那个电视剧 现在捡这种包心有余悸 我这里面还有一个背包 好烂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 虽然但还挺大的空间的 就我去赶海的话 我可以把那海鲜都装在里边 背着 还有这个 这个包的橙色比那个黑色的要好 我再看看这里面有没有什么货 这还有一个包 这个是电脑包 旧旧的 那么大一个 这两袋是什么 这啥黄马甲吗 拿出来看一下 这马甲吗 这个 这个也是马甲 这玩意儿 我这一摊上直接加入游行队车 这不就黄马甲 这是什么 帽子 这还是新的 就样子 什么你要的话 那你就拿吧 我让留那个袋子 到时候赶海的时候去用 好了咱看看其他的 现在我来到了一个礼品店的后门 不知道能不能找点什么小礼物 你看就这种小礼物 小礼物的这种盒子 还有个什么迪斯尼公主 这一袋是啥 这一袋估计有一点 我想拿下来看一下 看一下这袋里有些什么 这不小领带吗 完全是新的还是 看那么多 这两条没有开过风的 我拿去送给我认识的那种小朋友 我觉得可以 这都是些啥玩意儿 这气球嘛 就那种过生日 就后面数两个你生日的那个数字的 我没啥用 毕竟我永远都是18岁 是吧 给它丢在这儿了 现在我到了一家超市的后面 我觉得我还是捡吃的吧 靠谱 后面有全都是它的箱子 因为今天是周末 所以说超市没有开门 一个周没清的这里边能找到些啥 下面有桶牛奶 那桶牛奶是好的还是坏的 空的 空的 那算了 算了 这个全是垃圾 不想剪 这为什么还要凭饮料 但是是开过的 算了 不要了 我都闻到里面那个柠檬的味道 这里面啥也没有 应该是装一些丢弃的蔬菜的 这边 这边能不能有点啥 也是垃圾 没有什么好货 为什么还有一个电动牙刷 啥都没有 我怀疑这个超市 这个样子是有货的 但是应该是被一些捡油 应该已经捡走了 我可能已经来晚了 看这个 这还有一些花 我拿出来看一下 看 这一框 全是鲜花 一束一束的 全都是玫瑰 像这个样子 一般像这种超市里这种花 都卖的挺贵的 像这么一个吧 怎么也得三四欧吧 我觉得也要三四欧一束吧 没人买就全丢了 烟瓣烟瓣的 但是这差点水马上就能活 可惜这些东西 这些全是超市的盒子 冰淇淋 披萨 没有来晚一步 全都是这种盒子了 剩的 能吃的估计已经被 像上次我认识的老哥那种 已经捡走了 算了 再看看其他的地儿 有没有什么 你看我刚刚出来 就有人来捡了 这样都没找到什么大货 我现在在一个卖家具的后面 这里看到几个桶 我看一下还没有 这个锁上的 那么大把锁 这里边应该是一些 比较值钱的东西 因为旁边都是一些家具店 所以说它有可能一些原材料 什么的会丢在里面 我看到了一些 你看这个也锁了 我不是全都锁了吧 这个也锁了 我看到有什么砖什么的 就是那种瓷砖什么的 哎 看一下这个 就杂七杂八的 他们都会丢在这后面 因为那前面是一个那种商业中心 什么都有 看看 也没啥 他们那种家具运输的时候 防那种碰撞的胶边 我这边要找不找 一会我就去面包店蹲一点 我觉得只有面包店最好捡了 这前面还有一个 哦 菜菜我看见了 我从那个袋袋的缝缝里看见了 有那个这是啥 芹菜 我觉得这个应该有 不会全是烂菜叶子 就看到些芹菜 我拿出来看一下 这都老掉牙了 这芹菜 一点都不鲜嫩的 你看全是这种黄的 这么大一包 这啥 奶酪吗 好像是空的 应该是空的 这么好的东西应该没有人丢吧 空的 这里边就是一些菜 你看 可能前面哪个超市里面丢的 这太脏了 吃不了 先放个 再看一下其他的 全是纸 这是装面包的纸吗 你看里面有一些面包屑 看见没有 这些都是面包屑 这还有个瓜子 啥都没有 有一些超市的宣传单子 想几年前 人家那种超市 就用垃圾桶 一大桶一大桶的丢出来 好多人捡了 那个年代已经过去了 有 看 这一袋是 你看 全是那种捡了50%的 我看一下日期 这是那种肉丸子 看有没有 4月28号 已经过期了大概五六天了 差不多一周了 我先拿出来看一下 总归是找到点 看能不能有点什么吃的 丸子 刚才我说的 还有一盒 两盒丸子 这是披萨的馍 就下面那个饼皮 你可以把这个拿出来 之前我烤披萨 你们应该见过 这是什么东西 意大利面那种酱 都是素的 这个好 这个是酸奶 对对对 这个是酸奶 是柠檬味的 不过这个日期 4月24号 已经过期了两个星期了 酸奶这种东西 也过期一周还能吃 两周的话就不行了 而且 你也不知道它啥时候丢出来的 现在罢工 吃不了了 好可惜 我的天 还有三包 李洋那种名菜 就是鱼肉做的 像超市卖东西 都是这样 会先减50% 最后如果说卖不掉的话 就只有拿来扔了 26号 也是过期了快两周了 里面还有一些酸奶 看 三桶 这个应该是酸奶包 不是 是奶酪 白奶酪 三大桶 4月24号过期的 过期两周了 吃不了了 这是一个BO的商店 也就是有机的商店丢出来的 所有的商品全是有机商品 有机的商店 在法国是卖的很贵的 它的商品 看看还有些什么东西 但是我觉得今天估计希望不大了 过期太久了 你看里面 已经生了 没点了 这还有几袋 这个东西 里面是水 这是啥子 我打开一个口来闻一下 没味儿 我知道你们要说什么了 让我尝一口 我才不干呢 我觉得可能是冰袋 可能是食品为了保温的 然后店里丢出来了 因为里面已经化成水了 最开始我以为可能是椰子汁一类的东西 但是没有 没有味道 已经罢工一星期了 如果我能早点来的话 这些东西其实是完全能吃的 好好的 看一样 这里边还有没有什么能剪 这个袋子摸骨神功了 面包 我已经一摸就摸出来了 它软度还有它造型 因为面包它们丢弃的时间很短 一般都是当天丢的 所以说它的软度是很软的 我先不用手碰 可以先看一下 里面全是面包 好香 我已经去洗了手了 手已经干净了 因为剪面包这种没有任何包装的东西 手能直接触碰到食物的 咱们还是要把手洗干净 你看这个是法国的可颂 挺多的 这些后面还有一大多 然后还有面包 这个啥 大列巴 那么大一个 葡萄干面包 像这种非常的新鲜 面包店都是当天丢的 所以说非常的新鲜 你看很软 没有任何问题 确实是没有任何问题 面包你吃的是最放心的东西 因为它们的丢弃时间都是在当天 面包在法国是不能够隔夜去售卖的 而且面包店很多人捡 所以说他们会拿这种干净的 你看里面全都是 像这种面包 就像大列巴一样 有点硬 全卖的 里面全是麦子 这种面包 就会有当地的一些农场主 他们会来捡 捡去给羊 或者是鸡吃 鸡和羊都吃的那好 下面还有一个纸袋 装的也是面包 这是弄一个一个卖的 哇 那么大一个 奶油鸡蛋面包 我觉得是法国除了可颂以外 少有的软的面包 像法国面包很多都是这种法棍的 哇 好软 看看 这早饭一吃 那么挺好 特别热 好热 就 大家可能看到我觉得这个挺生猛的 什么垃圾堆就拉出来直接吃 即使是这个东西 我是确定它肯定能吃我才会入口的 你别觉得我垃圾桶里什么捡出来都能吃 如果你是一个捡垃圾的新手 我觉得这个东西你最好用手 你在试图教会你的粉丝捡垃圾吗 他真的我哭死 这个我捏开的面包我拿走了 然后里面的话我拿一个法棍 这个我回去可以自己做 然后还有一些你要不要拿点走 自己要哪个自己拿 这两个行 好的 剩下的这些我就包起来了 我估计一会还会有人来捡 这些袋子我也全部拿来封好 虽然大家就是说从个人的角度上来看 你会觉得这些东西挺多的很浪费 但是你要从超市或者是从面包店的角度来说 这都是完全在他们正常的一个消耗的范围内 这并不算是很就是说是浪费这种情况 好了 今日工作量结束 回去把那个法棍我做一个三明治吧 家里有上次我去那个火腿街买的火腿 走吧 更多有趣海外视频记得关注有品 每周日更新 别忘了转评赞三连哟 这个火腿街抵押 soul 我去备篮 die